好 是不是也是為了感情呢 來看到就在母親節前夕喔 我們看到了雲林縣的水林鄉 這一對姐弟戀的國中男女學生呢 卻疑似沒有得到 家人祝福的情況下 三號下午相約出門之後 就失去蹤影 家人當天晚間立刻報警協巡 就在五號下午呢 再來到了北港溪的時候 訊獲了男學生的遺體 六號上午也在相聚呢 六百公尺的溪邊 找到了女學生遺體 也讓兩邊家屬悲痛萬分 知道 完全不知道 墜合的理性男國中生媽媽 難過到趴在家人懷裡 怎麼也不相信就讀國二的兒子 星期六下午說要出去找同學 五點就會回家 卻從此失聯 直到遺體在北港溪河面被發現 那個胡說八道嘛 沒有這回事啊 不是啊 只是同學那麼單純的事情啊 家屬強烈否認 兩人為情所困而親生 因為上星期六 兩人離開前也沒有奇怪徵兆 另外一個同學 不是 就是那個什麼 不知道 一張張笑得燦爛的相片 她是同樣不幸坠河的 張姓女同學 平時在文具店打工 這個可愛的小豬撲滿 是她請店經理幫忙預訂 學校勞作客要使用的 同事聽到消息更是驚訝 沒有聽說她不開心 也沒有聽說她跟就是跟家裡怎麼樣 都沒有 一看見女兒冰冷的遺涕被打撈上岸 張媽媽瞬間崩潰痛哭 怎麼也不相信女兒失蹤之前 還特地去找外婆 真的我們也對家長這個很感到抱歉 沒有把小孩子交好 那至於說這個責任 我覺得本來學校校長該負的責任 就是應該負 那你會接受調職嗎 我尊重上面的指示 我覺得 學校兩名同學疑似因為感情問題 墜合親生 校長也被究責調理處分 兩條年輕生命就此畫下據點 究竟是一起投河或是意外 警方正在釐清 記者許家師劉仁斌雲林採訪報導